搭配救难人员拉着担架 徒步涉水穿过滩急的溪流 要尽快把担架上的男子送到岸上 因为男子已经没有了呼吸心跳 三名男子7号下午相约前往山站南溪 抹出生潭玩水 不料爬上岩壁跳水之后就失去踪影 你们曾经来过这边吗 有来过啊 他说他会有啊 结果下去就刮物 由于现场降下豪雨导致溪水混沌 而同行友人也无法精确的指认 左姓男子的溺水点大大增加收救难度 我从那边跳下来之后 他人家是已见的 所以你也不确定他到底是哪一个点 对 大概在这个石头这一面墙 到底下这边 那这边水深大概是4到5米 下面的水现在是混沌度很高 大概能见度大概只有凤鸣 警销人员获报之后迅速出动30人前往收救 不只有重庄潜水人员下水 也有同仁在水面收救 但是因为水潭非常深加上下雨 吸水混沌 历经三个多个小时的收救之后 终于在傍晚6点多找到这名酌性男子 但是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或许也送往国军花莲总医院急救 最后还是宣告不治 原始新闻杂料 被指花莲秀林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